有很多實習生在校外實習或產學合作班學生 在業界所發生的一些問題 當然我們最常看到的就是實習沒有給任何的一個薪資津貼 而且還被當作一般的員工來使用 所以我們檢討了這幾個案例 我們發現它有一個共通的問題 也就是目前在我們的一個教育主管部門也好 或勞動主管部門也好 都有各種的一個計畫來對於兼有學生身份的學生 到業界不管是說產學合作實習也好 各種計畫琳琅滿目 說真的真的是令人眼花繚亂 可是他們到底保障在哪裡 這個是我們看不到的 也就是說目前我們檢討法令規定 以實務現狀來看 我們看到的是學校跟這個業界所簽的一個合作計畫 但這個合作計畫呢 坦白說就學校的立場來講 可能並沒有辦法很詳細的 或者是很明確的保障我們這些在校外實習 或者做產學合作的學生 他的勞動權益 全教總呢 對於這個問題 我們最根本的想法就是 這些學生他到校外去付出勞力 那麼基本上呢 他並不是一個成熟的勞工 並不是一個成熟的勞工 而我們知道勞動基準法 他其實卻在於保障一個成熟的勞工 不管是他的一個工作的時間 他的一個工作環境 以及他的身心健康所設立的 所以呢 對於這些不成熟的勞工 其實他的保障應該是更高的 可是目前我們看到實務的情況就是 他們既不是用勞動基準法 然後呢 又沒有其他明確的法律規定 來予以保障 所以 歸根究底 我們認為 對於這些在校外的實習生 或者產學合作班的學生 他把他納入勞基法的技術生 勞動基準法裡面有技術生的 裡面有技術生專家 事實上他的性質就像這些技術生 教育部應該成立一個專責的一個單位 來處理這些各種類型的產學合作班的一個狀態 那麼另外同時呢 其實 教育部也應該要定立一個定型化的契約 讓學校和這些業界在簽訂所謂的合作企劃的時候 能夠有所依選 我們只有在技術教育專法的第17條說 技術生專校院以上得辦理 技術生學合作班 但是 卻是由授權各個學校自己去定相關的規定 報準就好了 所以也就是代表在我們的法規上面 並不夠完備去做規範一些事項 所以為什麼我們會提出來說 希望第17條要修正 去訂定相關的辦法 那教育部到底有沒有辦法 有 它有一個叫做專科以上產學合作實施辦法 那個是依據大學法跟專科學校法 那它的內容就是兩項 一個叫做技術研發 就是產學之間合作的一個技術研發 第二類就是校外實習 那可見已經把產學合作專班的內容全部排除在外 那也就是說我產學合作班的這些孩子 它並不適用這些法規命令上的規範 而是由學校自行去訂定的一些實施規則 或計畫性的補助去招生 去供應學校跟產業的需求 那如果修了這個之後 我們的學生就應該一體適用 全部准用勞基法裡面的技術生專章 因為它本來就是從廠商招聘進來的技術生 那既然是適用技術生專章 所以當然它要應該按照技術生專章裡面的 包括應該要將所有的名冊 技術生的所有的名冊跟訓練計畫 應該要報勞政單位 它的主管機關是勞政單位 所以它應該要按照勞基法去報勞政單位 那勞政單位就應該要落實去做勞檢 要將這些學生也都要視同視勞檢的對象 那這個部分去做一些規範 那按照技術生專章 那它所有的工時條件這些 都應該是要按照勞基法的相關規定 那這個部分就可以保障到 我們的孩子在大學出去外面 變成技術生的時候 或是在業界工作的時候 它不會有所謂的被剝削的情形 那其實我們在教文會曾經討論過 那教育部的回應是說 他們希望能夠比照高中子建教合作法 能夠來訂定一個大專校院學生實習教育法 就是朝向專法 那但是朝向專法是我們其實可以看到就是說 從現在的技職教育法裡面第17條的規定 其實它也有授權訂定專科以上產權 合作實施的辦法 其實裡面都有對於學生實習各種樣態 涉及勞動的部分應該要預保障等等做規定 之前我問過紀志士 市長跟我說最快要年底才能夠提出 但事實上我們再過來在兩個月 再一個多月我們就看到學生又要到 這個實習的場域去了 有可能暑假是一個往重量的季節 那九月以後呢 也是怕事生會面臨一下 做的這些產權合作的一些實習 或者各種專班的實習 那所以說我是希望 我回去會跟我們的同仁溝通 我個人可能也會提出 配學學教程的主張 提出17條的修正 然後將來教育部如果他提出專管的話 我們看能不能定案來審查 看怎麼樣能夠有效的保障學生的權利